各位老師大家好 這條影片就想介紹一下 數位白板裏面有一些 物件小工具可以給老師編輯 你們數位白板裏面的內容 那什麼物件小工具呢 其實有些老師你下載了圖片 去你們的數位白板裏 你按一按圖片你會見到 它會彈出一個Menu 這個Menu裏面會有不同的icon 代表不同的功能 我在上面就簡單整合了 你看到Menu它對應的位置 就是這些功能的簡介 譬如左上角這個達術桶 就是鏟除的意思 右上角這個好像標靶一樣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旋轉的工具 下面就想主要介紹幾個比較特別的工具 分別就是 退地 這個好像有一個使館的icon 然後呢 還有一個超連結 這個超連結的icon 還有旋轉 還有一個叫做複製並移動的功能 為什麼會集中講這幾個呢 我先去我們的圖片 我會點選我們的圖片 其實你會見到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但最常用到的就是我剛才特別介紹這幾個 首先我講一講旋轉這個功能有什麼用 其實旋轉這個功能你按一下 你把圖片就會旋轉一段時間 這個功能就適合放在一些過像的效果 或者是一些動畫那裏 如果想轉正句就可以 手動的轉正句 好 接著就是一個叫做複製移動的功能 複製移動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可以有一張圖片 我想把它同時間出現在另一個位置 就是copy and paste 去另一個位置 我只需要按住它 拉過去 那你會見到畫面上已經出現了兩張一模一樣的圖片 好 那我們先剷一張 之後就是一個超連結的工具 你按一按超連結 其實它除了可以連結到一些網站之外 它亦都可以連結到一些 File 或者是一些 我們本身的數位伯伯裡面的工具 那老師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超連結的功能 建立一些Tamping在教學上面 方便你們 按一按圖片 就可以call一些工具出來 或者按一按圖片 就可以開一個網站出來 好 接著就是一個退地的功能 退地這個功能 其實我自己就十分之喜歡這個功能 因為有時候老師去建立一些數位白板的Tamping的時候 那我可能要找一些圖片 譬如我現在這樣找了一堆藍花 但其實我只是想要藍花的形態 我就不想要那麼多類聚的Backdrop 那我就可以使用退地這個功能 那我現在它的背景是黑色 那我就不想要黑色 那我就找回黑色的位置 按住它 然後拉 那你見到 整張圖片的黑色 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了 拉完之後 你覺得這個效果你滿意了 按一個Tick好 好 那你可以見到 剛才那張圖片 原本是有 黑色的背景的 現在已經整張圖片變成只是一堆藍花的樣子 好 那我反回上一步 這個就是原本的圖片 一個就是退地的圖片 那退地這個功能呢 的而且是很適合 老師準備教材的時候 找一些圖片 需要做一些退地的功能 就不需要用其他程式幫你了 直接在屬位白板那裡 已經可以做到退地的功能了 那其他的工具呢 其實大致上 都很容易理解的 譬如我想割小這張圖 就用一些材展 這個icon 一些鏡像顯示 改變它的layer 譬如我現在 這一張 藍花 是在退地的那張圖片上面的 那我想改變它的layer 那我把它改到最底 那你就見到它就整個塗層去了一張 退地的藍花之下 就是這樣去理解它就可以了 那其他工具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開數位白板那裡 我自己去嘗試一下 那今天這條教學影片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